古今宗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港古邦 各位庆祝你好,这是港古邦 我们在这个历史的激荡之下录这一集 为什么呢?我们这一集大家看到的题目是汉气学历史 我们也发生了一些,因为我们在这一集的时候 之前那天就发生了震惊两岸四地 所有人的一件历史重大事件 66年来,两岸的领导人首次握手握手 整个小时,聊天,对话,虚寒问暖,大家都笑到四万 所以在这个历史大时代 你很少看到习大大笑四万 是的,因为之前去到欧美地方 可能只是觉得见着不同种的人 他没有那么自在 是 因为见到台湾省省长 是吗? 他觉得而已 不要紧,他们互相称呼对称为先生 是的,那就不要解决了一些问题 太好了 是的,那不可以怎样呢? 我也想不到,难道他怎么称呼呢? 那他又不是,我说他又不是党位书的 是的,你们我我怎么办呢? 又不是国与国 你国与国就打死你和祭的了 国与国你又说不出了,对不对? 对,你又说不出了,那这样而已 是的,那又是这样了 不过不要紧,结果见了 OK,那 不过我们今天再来说这件事 是的,留下节目再说 是的,应该就下个星期之后那一集的 这一集我们会说的 是的 是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说汉气下历史 汉气下历史 真的要先质疑 大哥,我们汉气下历史不是很危险的吗? 是的,很危险的 是的,汉气下历史 很多戏那些 所以就要教 所以就要告诉你们 有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有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有哪些东西是加上去的 即是你看到朱锦丁寿鹿之后 那个依偎,田龙在看人的事 是的,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听过有些人在大陆的媒体 有些网媒那些 他真的看你学历史 看抗亚神剧 不是抗亚神剧 很小事 他看完人家的电影 人家特意加上去的东西 他当历史给人知道有多好笑 竟然是这样的 是的 人家特意加上去 好 即是编剧的人说他加上去 是的 真的很好笑 好 所以 结果我们要讲什么呢 先讲一下 先讲一下剧 那部剧里面也拍过很多电影 讲真一句 更加大台那部剧 那部台庆剧 那部台庆剧 叫《梟雄》 这个剧本 我看的 在香港 我都拍过两次 电视剧拍第二次 是 电影也拍过两次 是 但是我们那些 建国什么什么 建党什么什么 那些 那些人是有出现过的 但是 是的 有出现过的 是 裡面的人全是建党 有出现过的 是的 有的 是的 所以不要笑 来了 最好笑 最好笑的 最好笑的 我记得是哪个 建党或建国什么什么 那套 最好笑 打扮 扮 杜先生 竟然是 冯小刚 原来是 冯小刚 大道 是 扮杜先生 人家問他不知哪位,問他你是哪位 人家一句很帥的回答 杜月生行社 很帥的回答,我看到洪照郭導演 然後之前,黃禎拍那一套《大上海》 又說了這件事 見到周潤發很帥的走出來 然後以前,蕭三拍得最正經的《上海皇帝》 見到那個女梁偉 對,女梁偉走出來,很像一個 相片都很像 有些霸氣 有些社團人物 當然這套劇集已經改了很多東西 實在歷史 對,這件事當然的 對 說回那時上海 對 本身是租界 租界有三條 租界整個上海 分為三個部份 華界 華界比亂世家人 因為華界基本上 你可以叫做北洋政府控制 但實際來說比亂世家人 甚麼人都聚在這裏 當然 第二 公共租界 其實那時所謂公共租界 就是主要是英國人 是 英國人為主的公共租界 還有那個叫做有自權而沒有主權的地方 差不多 其實租界本身沒有主權 但是他那個自權是共同自權 是 另一個 法租界精華所在 法租界的精華 其實他是一個孤島 是 他孤島 嗯 是 這個就是那個優勢 嗯 所以聚了很多人去賺錢 是 老實說 中國人 都賺錢 我們都是誰管 當然 在那個年代 現在也不會介意 現在也不會介意 是嗎 那個年代更加 大哥 風雨飄搖 不能讓你介意 不能讓你介意 是 最後 就是講到北伐成功 北伐成功就是 其實老長 就是華界拿回的 是 但是法租界公共租界 竟然不能動 是 就掃低了軍閥 所以你會看到 劇中說 新政府 新政府 其實新政府就是 說老長不實成功 就是說國民政府 其實是 是的 不過竟然是不孫之於口 最好笑就是 做了鹹加野橙 最好笑就是 老長的樣子 那個明顯是老長 只有背影 竟然不出 對 是 老長 他不是怕你大陸的 廣東省的人 不能看嗎 是的 明顯是老長 不過這樣 這些都是亂來龍的 你想想 你現在沒有記 在大陸收視率 是少1% 是的 不過算了 有些人 野狼自大 對 做個老長 然後 其實那些角色 全是有圓形的 是 當然 所謂上海皇帝 你看看秋生 做到 每個人都說好戲好戲好戲 是 其實真的好戲 秋生真是事實好戲 是 就算年來要長 這些三界事實好戲 都比下去 是 因為其實香港其中一個最好戲的演員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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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戲 是 但是這三個人 是很奇怪的 是 是 三個人 黃沙生 是 杜先生 杜月生 是 杜月生 是一個很會做人的人 是 是 黃金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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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很會貪財的人 是 另一個 黎耀祥 張少林 張少林 張少林是一個拳頭很硬的人 即是怎樣 甚麼 即是怎樣 即是靠打的 喔 角身是打回來的 好 靠爭地盤靠劇友 是的 是的 所以他做個角色了 現在大家看上去 他是瘋狗來的 是 其實 也是真的 嗯 也是真的 嗯 其實 說真的 如果你說 他們三個人 合作了一間公司 現在這部電影 叫做 三甚麼 三亨公司 是 即是現在這部電影 那個亨呢 金字變成堅字 是 他們三個歷史上 真的做了一間公司 是 那間公司叫甚麼名字 叫甚麼名字 三陰公司 噢 三個金字 噢 那間公司 把持著 整個上海 賣鴉片 是 是 嗯 因為呢 其實呢 三個人呢 都是窮出身的 是 一個呢 黃金榮呢 某程度上 靠老婆 嗯 自己的陳偉的角色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林貴生 是的 他靠老婆的勢力 然後呢 他還要認 無認青幫的人 嗯 怎麼會呢 是 你知道嗎 是 他由他做警察 是 他做警察 想做督察長 是 是 法國人相信他 是 是 他的無認 他覺得要靠幫會 嗯 嗯 他就知道他老婆有一批人馬 是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套戲很有趣 當他老婆走路 他打手不成小 你看到老奇 是對的 是 是 就是這樣說 是 那麼呢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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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 那些小人 城市不足壞事有養 是啊 嗯 他呢 他呢 就去 無認 某一個堂的人 是 那無認呢 但是呢 清幫是有規矩的 是 你可以無 但你不可以不認 哦 你明白嗎 明白了 這麼搞笑 清幫和洪門呢 其實我也可以公開說 清幫洪門是什麼 是啊 可以 當然不是香港的社團 清幫呢 是直向組織 是 洪門就是兄弟組織 是 沒有大台 是的 清門來說 清朝來說 基本上是禁洪門 而沒有禁清幫 為什麼呢 因為洪門是真的拿著反清同名的旗次 哦 哦 哦 但最後都最後都最後 其實清幫洪門 很明顯最後呢 都是革命黨來的 是的 當然 你想想 我們的國父 洪門中人 是的 洪門兄弟 是的 是的 我們的蔣委員長 是的 清幫中人 嗯 那張拜師帖 是給黃金榮的 是的 是的 因為呢 老長呢 為什麼會走進清幫呢 嗯 當時黃金榮呢 就升了 就 就呢 做警察浪漫下 我剛才不是說過 清幫只可以 只可以無充 是 不能不認 就是有人 是 是 你不認的話呢 嗯 就變成了整個上海清幫大佬 是的 是的 因為清幫呢 是 那個關係 那個師徒關係 嗯 他叫師父的 是的 所以呢 那套戲呢 叫大佬是不對的 嗯 就是 杜月生叫林王君榮 今天叫大佬 不對的 是 因為叫師父 是的 洪門就是兄弟 兄弟就是叫大佬 是的 因為被香港的社團影響了 是的 被香港的社團影響了 是的 所以就搞錯了 搞錯了 是的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嗯 那麼呢 那麼 那時候呢 嗯 那時候呢 就碰巧一件事 嗯 老長呢 就在日本回來 老長呢 在日本 在日本讀軍校的 讀軍校的 讀軍校的 老長 是的 老長回來了 老長回來了 老長回來了呢 炒洞股票 嗯 收污新債 嗯 所以呢 就不知道找什麼人介紹呢 就拜了王金榮門下 是 那王金榮呢 一出聲 嗯 嗯 有沒有人敢拿債呢 是 有沒有人敢拿債呢 然後呢 那也是 他說 你不要留在上海了 叫了老長呢 走去投奔革命黨 嗯 結果投奔完回來呢 你知道他最後老長做了什麼 嗯 祖皇報軍校校長 是 他回來呢 進回上海的時候 他見 這個在電視劇上沒有做的 但是在電影上有的 嗯 嗯 他見到王金榮 即是老長 黃金榮見到老長呢 嗯 嗯 嚇到 立刻做一件事 做什麼 是 給老長 哦 是 是啊 沒有資格做這件事 你沒有資格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北伐軍轉帥啊 大哥 是 還要打贏啊 嗯 嗯 所以 最後呢 最後呢 老長呢 所以呢 很不好意思地 交一些東西給老長 老長呢 亦都不是忘恩乎義的 嗯 所以老長都繼續給青幫勢力 在上海繼續立足 是 是的 在上海繼續立足 張少林最大的問題 然後呢 之後呢 就是杜月生 杜月生呢 本身呢 其實呢 梯水果出身 所以這部電影也是這樣說的 哦 那那是真的嗎 這個真的 不是假的嗎 這個就是真的 但一樣東西是假的 哪樣呢 就整天呢 這部電影都說呢 他跟曼小冬 從小到大 然後就拆散了 然後到他發了 達碰了的時候 就娶回曼小冬的第五個老婆 哦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不是這件事 現在你問杜月生的女兒 現在台灣的 是的 他都不是說 他都說 但這些就全部製作了 他都這樣製作過 但很奇怪 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 這部電影都是這樣製作的 這部電影 都看了其他電影 都看了其他電影 蕭先生那套也是這樣寫 是 黃禎那套也是這樣寫 嗯 一看到黃森衛也是這樣寫 嗯 其實是不對的 是的 是的 因為為什麼最後 萬曼小冬做了 杜月生的老婆呢 嗯 是來了香港才娶杜月生 才娶的 是萬曼小冬 這個是我之後再說 是的 是的 所以是錯的 嗯 是的 杜月生有批水果 然後跟著人呢 跟著呢 批水果就很多流氓 是 混在一起 嗯 這樣呢 就走去呢 這個就剛剛的 嗯 走去就找了張少良那幫人 是 那幫人呢 就是那些地貓幫派 嗯 是的 還有黃亞潮那幫人 是 黃亞潮出名虎頭幫 虎頭幫 虎頭幫有個東西很聰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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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門殺人的 但是最後黃亞潮呢 最後呢 好像周星馳一樣 是的 但是呢 黃亞潮最後呢 是被老長設計殺死他 是 因為呢 有班人呢 就想找他殺死老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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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長設計殺死他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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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飯飯也能夠 嗯 他又借助了張少良的拳頭 嗯 他飯飯也能夠 嗯 兩樣擺平 嗯 很簡單 清黨 是 你知道寧漢有分裂 有清黨 那時候呢 他呢 明知道 明知道 本來 其實呢 就是 老長的招數就是 是 是 有殺婆暴殺了所有共產黨人的 嗯 殺到雞飛狗狗 是的 是的 他呢 在那時候呢 也埋了老長佛 嗯 是的 但是呢 在抗戰的時候呢 嗯 他就不是只賣好掌頭 你搞錯了 嗯 他弄了一千幾百個防毒面具 不是捐飛機 是 蕭先生加上去的 是 很多劇 也加了捐飛機 給國民政府等等 戰機 就是全部都是 殺蕭先生影響 是的 錯了 蕭先生很棒 多謝蕭先生 他呢 就去了捐一千幾百個 一千個防毒面具 是 給共產黨 嗯 因為那時候 潘漢年接觸他 嗯 嗯 潘漢年為一黨中人 最後被人打入反革命分子 是 這個 這個 高堯反黨 反黨事件 反黨集團 反黨集團 是的 高剛堯手石 嗯 是的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在最後呢 就是 潘漢年才衰了 其實主要就是 其實 杜宇生是拜王金榮為師 就因為 就因為 他幫到王金榮破了大案 嗯 有一件鴉片 起得出來 因為被盧永祥夾了 其中一個軍閥 是 他用方法夾回來 所以才相信他 所以才相信他 嗯 其實這三個 其實這三個人 各有優點 嗯 你剛才說的 有貪財 不過這樣 王金榮是個非常好色的人 嗯嗯嗯 所以呢 搞女兒無所 嗯 這些是英雄象徵 但是杜宇生只是娶多幾個老婆 是的 那時候三妻四少爺是等閒之時 大家要明白 當然 是的 杜宇生喜歡娶多幾個老婆 你說多情一點點 嗯 現在你看到圍基上 很多說杜宇生金句 第一句 永遠很多人都記得 人間上有三碗麵最難吃 場面 人面 情面 是的 這三碗麵是非常難吃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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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他 其實 可以說 他吃客三千人 真的吃客三千人 說真的 嗯 大哥 行舍青幫 黃金 即是黃金時代 是 幾萬人 人人都稱呼他 在上海 人人都認他是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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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他是大哥 真正的上海華士人 是 他又不是只做那些生意 那些生意又明白 一片本生意 是 他也不是正行的 是 是 是 他也有銀行 他又答賞銀行 怎麼答賞給人呢 是 是 答賞 誰 孔家 三大家族 是 問過三大家族 是 孔家 宋家 是 獎家 是 是 是 三個家族 是 然後 然後 又加上那一場報房 有黃金榮 是 又加上最爛底那一班 就是 張少林的人 你想想多厲害 嗯 就是所有系統搞不定都要找他 嗯 就算 就算 法國佬 法國佬找水而已 嗯 法國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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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得好就不關我事 嗯 是啊 法國佬和葡萄牙有一個樣子 是啊 是啊 你搞得好就有水運 繼續抽稅就不關我事 所有事都 嗯 是啊 但是這樣 正確 但是這樣 又反過來說 當年上海的法租界非常範圍 是啊 所有文人雅士 什麼人都聚在這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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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啊 人家軍閥路過啊 那時候啊 張中昌啊 是 就是那班人路過啊 嗯 他包了一間妓院 被人玩回三天的 然後才送你走 送錢給你的 嗯 他犯犯人都不得罪的 是啊 是啊 老張更加不用說 一般共產黨也不得罪 嗯 是啊 尤其是在這個抗戰的時刻 是 是啊 抗戰的時候了 好了 黃金榮和杜月生 和張兆榮就在這個時候 就在歷史上的流明上 就有很大的分別 嗯 張兆榮走了做漢奸 是 是 就做漢奸 賣日本人糊 是 杜月生和黃金榮 就算他們說什麼都好 他都已經不做 嗯 就是漢奸 所以呢 周潤法呢 做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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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我什麼都敢做 當然 我不敢做 就是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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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不敢做 是 那時候呢 因為抗戰 嗯 抗戰 抗戰的時候呢 嗯 黃金榮 其實黃金榮 其實黃金榮 那時候已經是倒閉的了 因為之後呢 其實整一下整一下 有時候呢 林貴生和林貴生離婚之後 嗯 貴生姐離婚之後呢 基本上呢 他的勢力已經減了很多 因為不是他的人 嗯 嗯 是啊 是啊 其實貴生姐是很喜歡杜月薪的 嗯 就是覺得這個年輕人 哇這個人 這樣 是啊 所以他當時 就算在老公面前 也極力提拔杜月薪 嗯 嗯 是啊 是的 女薪最後是由 他本身是青幫中人 但是他最後自己搞了一檔事出來 叫行社 是的 叫行社 又是有幾萬幫中 嗯 那時候 然後他們 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當黃金榮勢力一減的時候呢 嗯 其實呢 嗯 當時啊 嗯 嗯 OK 當時啊 就是啊 張兆林呢 經常呢 日本政府呢 想扭什麼呢 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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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榮出生 嗯 做什麼 出來 主持泰國 魏政權嘛 汪魏政權嘛 啊 那明明都是汪魏 那怎樣 主持 叫主持大局 好 大佬你有影響力 就是 對 杜月薪呢 就是情迷 不要緊 要找黃金榮來頂住 是 沒有人力量 會不會有人騷擾他 黃金榮呢 炸餅 啊 都挺有骨氣啊 炸餅 是嗎 都挺有小骨氣 啊 哪個呢 杜月薪呢 就來了香港 嗯 香港呢 搞抗入 是 所以呢 青幫和行者的幫眾 在上海呢 留在那些呢 嗯 很多呢 其實呢 是幫軍統 收情報的 嗯 嗯 是幫軍統 收情報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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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留在那裡 然後呢 然後呢 香港就淪陷了 嗯 香港四一年淪陷了 是 杜月薪呢 就去了大後方 嗯 去了重慶 繼續抗日 嗯 是的 即是找老長 去了重慶 是 是 那最後呢 抗戰 完了 嗯 其實呢 在抗戰當中呢 杜月薪呢 利用他身邊的人 就擦反 擦反張紹興身邊的人 就把張紹興制裁了 嗯 就打死了他 嗯 是的 就打漢奸 嗯 嗯 是的 那這些英國我相信電視劇都會做的 相信 嗯 是的 接著 重慶 是 一個性 日本人投降 投降的時候 你要明白 所有租界都沒有了 嗯 其實 杜月薪的勢力 已經是下降了 嗯 因為租界都沒有了 精華在租界裡 嗯 最後呢 就是他就想選市長 嗯 他想立方市去做市長 他經常想老長會這樣做 但老長是不會這樣做 嗯 老長為何不會這樣做 因為 你是黑社會 嗯 是的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他想選議長 其實他選贏了 嗯 不過最後他未做已經辭職 嗯 因為老長給壓力 嗯 老長是經過甚麼人給壓力 他呢 軍統的丫頭 大粒 大粒 大粒是跟他結拜兄弟 嗯 是啊 即是乖禮傑 嗯 乖禮傑 不過大粒就不幸運 大粒是抗戰武多久之後 嗯 OK 抗戰武多久之後 就 啊 撞飛機死弱 嗯 所以呢 老長到今天 即是老長現在的回憶 是在很多紀錄裏面 老長都說的 如果大粒不是那麼早死 他不會那麼快失去江山 嗯 是啊 大粒是情報天才來的 是啊 到現在來之他 我都覺得他是情報天才來的 絕對是 不過我真的不要做他 他真的不要做他 大粒 真的 是啊 對 抗日啊 尤其是有他在這裏 可能共產黨不會成功的 是啊 未必成功的 是啊 真的未必成功的 是吧 一會兒 真的脆皮一人 是啊 他專門捉特務 嗯 現在共產黨還可以滲透 說話而已 嗯 然後 你也知道 黃金榮其實已經是躲起來了 即是抗戰完之後 嗯 然後呢 然後呢 1949年 是 內戰大勢已定 嗯 杜宇生有兩個選擇 嗯 嗯 一個 就是 老長叫他去台灣 嗯 第二個 嗯 周恩來叫他留下 嗯 周恩來跟他說得很清楚 說留下我保障你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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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不用 全部不用 他來了香港 來了香港 是的 其實是基本上是那些叫做退休生活 是的 他晚年 借住一切江湖線 是的 他晚年呢 就只是娶了孟小冬 是的 為什麼會娶孟小冬呢 是 不是好像電影那樣說 不是好像電視那樣說 不懂的 不懂的 是想著你照顧他 是的 孟小冬呢 其實呢 他之前呢 就和梅蘭芳和他 等一會兒說 梅蘭芳會說這個 嗯嗯 監督了幾年 然後最後呢 他呢 因為他是一個師姐 嗯嗯嗯 就是叫做 就是現在蘇玉華做的角色 嗯 他是杜月生第四個老婆 嗯 是的 是阿四來的 嗯嗯 因為呢 阿四呢 阿四是做什麼的呢 嗯 阿四是科班出身的 是 阿四是科班出身的 嗯嗯 那麼呢 他經常 因為呢 很多人都知道梅蘭芳 在梅蘭芳呢 就扮女人厲害 是啊 就是彈來的 是啊 在梅蘭芳的梅蘭芳 梅蘭芳也扮什麼厲害 你知道嗎 扮什麼厲害 扮什麼厲害 扮生厲害 老生 可以反轉 這樣呢 即是胡亨兒 嗯嗯 之後呢 就來了香港 嗯 最後呢 就娶了他 是 不過那時候呢 其實杜月生就快死了 嗯 因為呢 他的肺病 還有呢 他肺病呢 為什麼有肺病呢 以前的人很容易有肺病 是 還有他有鴉片人 他呢 不過他最後 其實呢 到了最後一十多二十年 是戒了鴉片的 是 他為什麼戒了鴉片呢 因為战前呢 在日本人打來之前呢 北洋政府 北伐的政府 即國民政府 已經控制了上海地區了 是 他做了一個叫做新生活運動 嗯 要找些人帶頭 嗯 又不賣鴉片 嗯 還有 戒鴉片 嗯 所以呢 他用盡他的意志來 因為要討好新政府 所以戒鴉片 嗯 所以 不過呢 你有肺病 沒得好說 是啊 還有香港就死了 明白 是啊 他帶了錢來香港 不過他最後 你說這些錢他剩下很多 又不是 因為他其實太好客 是 有人形容他 現代的春生軍 哦 所以就是 吃下三千人 吃下三千人 大哥 幾萬幫眾 不停吃他的 大哥 到公館開 到… 到… 那個… 那個… 即那時 他那個… 公館開門 即是開 嗯 上海的城市來的 嗯 整個上海 吃流水食 吃足十天的 是 是這樣的 是 喂 一會兒新高位的 稍後再說 好